Youtube的直播節目 咦?為什麼我經常在Youtube錯過了MyRadio的直播節目? 我明明已經訂閱了YoutubeMyRadio的頻道 當然啦!訂閱完MyRadio的Youtube頻道之後 你還需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選擇全部 那MyRadio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節目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MyRadio在Youtube頻道的直播 或者是新的節目 還有一件事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我當然知道 交節目月費來支持MyRadio 現在除了經PayPal 還可以經PayMe轉數快 或者Patreon交月費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炎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隔空發功 身體力行 欲吻踩場 現在同尼否釋政治 好 回來第三節 今次蔡英文去過境美國 當然這也是一件大事 去情的時候就過境紐約 我想在紐約有很多僑胞會迎接他 他今次去中美洲兩個國家訪問 這兩個友邦 就是瓜地馬拉和貝利斯 帶上總統府秘書長 外交部長 還有僑委會的主委 還有僑委會 還有僑委會的主委 去中美洲 去情的時候 過境美國東韓紐約 回情過境美國西韓 諾濟 全程十日久夜 當然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他回情過境洛杉磯 將會見這個 眾議院的議長 共和黨的議員 麥卡錫 我們看回他這一次 所謂過境美國 美國官方的一些反應 美國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 這個柯比今天說的 他說 蔡英文過境美國已有前例 非官方訪問 這一次沒有安排美國官員和他會議 另外 蔡英文 將會過境美國 柯比在媒體簡報會裡面 過境並不罕見 這一次是他第七次 蔡英文第七次過境美國 沒有私人行程 是非官方訪問 但是是私人行程 這是非官方訪問 是私人行程 美國這樣定性 他過境美國 包括去情紐約 回情洛杉磯 回情洛杉磯 因為他會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美國的官方 白宮的回應 這是私人訪問 那為何要這樣提 為何要強調這是私人訪問 並非官式訪問 以及說過去的七次過境美國 都是私人訪問 都是私人行程 那不想刺激中國 就是這麼簡單 雖然他現在跟中國在掌握 雖然他現在跟中國在掌握 這是官方訪問 正如我剛才說 他不會叫中華民國總統來台灣 他不會說這些 那這個是白宮的說法 好了 那美國 這個反應是很正常的 那但是 另外 麥卡錫會見這個 蔡英文 這個就真的是 非常態 但是這種非常態 會變成常態 以後 在這個美中關係 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一定是加強拉攏台灣的 或者不要用拉攏兩個字 對台灣 台海形勢的關切 就是有史以來 是不是 可以說是 最高度的 用高度兩個字來形容 就只能夠這樣 是不是 那當然 中國反應 就 一樣是制式反應 我們看回外交部的反應 是不是 在那個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裡面 發生性的記者 我們出了一個問題 就看那個外交部的反應 怎麼回答 發生性的記者問 今天有一個美國高官說 中方完全沒有理由 以蔡英文訪美為藉口 過度反應 該官員稱 採訪美完全符合幾十年來的慣例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這個引述官方 就是美國官方的說法 就是柯比那些說法 是不是 蔡英文過境美國 過去已經七次了 全部都是非官式訪問 是私隱行程 看完了 那由這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那個說法是什麼 正式的說詞就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看看 中共式的外交辭令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堅決反對台灣當局領導人 以任何名義 任何理由喘美 堅決反對美方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 中方已多次就蔡英文過境喘美問題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過去的錯誤不能為今天的錯誤開脫 犯錯次數的劫加不能提供任何合法性 台灣當局領導人赴美過境事假謀求突破宣揚台獨是真 不是中方過度反應 美方一美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 性質惡劣 整篇文看完之後 講了等於沒有說 講了等於沒有說 你除了在口頭上打飛機 堅決反對什麼 堅決反對什麼 你反對那件事人正在進行 如果那是事實的話 喂 他現在來美國 真的去美國 過境美國 那你堅決反對了 如果你認為他去美國 就是你美台的官方往來 不理會你什麼認識 那就違反一個中國原出 那違反一個中國原出 那怎麼辦 你就嚴正交涉 你怎麼交涉法呢 是不是 什麼叫做一美縱容 沒有意義的 你要有些實際的事情做出來 是不是 講明是為了 這個蔡英文過境美國 去情紐約 回情洛杉磯 跟著還要跟麥加石見面 你要表示 那個 喂 我有行動才行的 大哥 你只是說堅決反對 美鳳姐 是不是 你可以做些什麼 是不是 你可以對美國做些什麼 或者你可以因為這件事 蔡英文 過境美國這件事 你可以對台灣做些什麼 你現在全部都不會做 你做什麼 你去做什麼 你要打他 你飛機又飛過去 是不是 以前都習慣了 飛機經常都要飛越中線 是不是 接著演習 那還可以做一些新鮮些的 宣佈五年之內 你去統一台灣 不排除使用武力 就行了 這樣不行 接著 又是繼續用一些 所謂 批評的字眼 製造問題挑起事端 不是中方 而是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 是不是 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 那台獨分裂勢力 那個是中華民國總統 你說他台獨分裂勢力 是不是 即是你當所有台灣的人 都是台獨的 現在是 難怪台獨的力量這麼大 原來你中國共產黨 是當國民黨 民進黨都是台獨分裂勢力 接著 中方 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 切實將美國領導人 作出的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兩個中國 或者一中一台的承諾 落到實處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停止升級美台實質關係 停止虛化途空一個中國原則 停止一邊聲稱要為中美關係 加裝護蘭一邊還破壞兩國政治 兩國關係政治基礎的危險行徑 中方將密切跟蹤事態發展 堅決有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原則 這些呢 之前說過那麼多次了 什麼叫做密切跟蹤事態 然後就是 這個堅決有力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原則 因為一個蔡英文去美國 過境你這個國家主權領土原則 就受到威脅了 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脆弱了 老實說 可以收工了 所以大家看到 一比較之下 你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流氓國家 野蠻 和文明脫節 好 休息一下 今晚要講 這個 47人案 因為上次我們沒有講到 我們要用10分鐘時間 講一講 昨天 那個 應該是昨天 27日 27日和28日 還有29日 這三天的聆訊 休息一下 第四天 睡覺 休息一下 少女 老實說 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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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